大家好,我是Mio讲,我们今天接着讲我们的存在第12到16集 没有看过之前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简介当中的链接,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上次讲到,亚诺告诉娜娜自己和紫茅做了 娜娜很伤心,她已经三天没有跟亚诺说话了 虽然娜娜并不想因为亚诺刻意隐瞒而责怪她 但娜娜心里还是很纠结 她不知道亚诺这么做是因为亚诺寂寞了,还是对奶奶的报复 不论如何,亚诺都背叛了别人 亚诺给娜娜打了很多电话,娜娜都没有接 亚诺只好来娜娜家里找她,娜娜仍然不想见她 亚诺留下一束花便走了 想到亚诺抱着一大捧玫瑰花,千里迢迢坐车来找自己 娜娜还是动摇了,便夺门而出去追亚诺 她还是心疼亚诺,不想看她痛苦 她追上了亚诺,说,我喜欢你 亚诺走过来握住了她的手 娜娜跟基友谈心,诉说了自己原谅亚诺的心路历程 仿佛是要劝说自己似的 娜娜连猪炮般说道,无法战胜死去的人 过去的事无法改变,现在幸福就好 我想要让亚诺幸福 基友温柔地献上一句忠告 仅仅是现身式的恋爱,最好趁早别去做 娜娜和亚诺在想周末去哪里玩 娜娜提出要去海边 娜娜先是一愣,然后说道,女人都喜欢海边啊 娜娜听出了其中的异味 但她俩还是一起去了海边 娜娜看到海蟑螂,吓得跳起来 娜娜笑着安慰,但突然想起了以前和奶奶来海边 被海蟑螂吓到的样子,出神了,然后便说要回家 娜娜意识到亚诺刚刚出神时 是把自己当做奶奶了 娜娜劝亚诺,把心里一直想对奶奶说的话 说出来,奶奶骗了亚诺 背叛了亚诺,还把她一个人扔下 娜娜觉得亚诺心里一定有抱怨 有憎恨,但是因为奶奶死了 亚诺没办法说,娜娜让亚诺 把想说的都说出来,憎恨的话 什么都可以,在娜娜的劝说下 亚诺回忆起了奶奶,想象着自己会对奶奶说什么 亚诺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脸 说道,曾经那么喜欢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去憎恨她呢 她流下了眼泪,继续说 你做的全部我都会原谅你的 所以,我想要你活着回来 娜娜震惊了,这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想着过去和亚诺的种种 娜娜在心中连声说着骗人 她告诉亚诺,我受不了这样下去了 我给不了亚诺幸福 我不能遵守约定了,对不起 便转身离开 亚诺在雨中默念着娜娜的名字 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亚诺告诉从身边走过的子毛 自己被甩了 子毛问她,你还要安慰吗 亚诺边说着,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边走开了 子毛手中的伞落在了地上 两人分手后 亚诺在篮球场上更加活跃了 依然很受欢迎 一旦到了独处的时候 笑容便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娜娜悄悄把亚诺的东西都还给了她 两人在教室里再也没有四目相对了 机友看到娜娜落寞的样子 便邀请娜娜来自己家里看小狗 看到娜娜的笑容 机友也欣慰地笑了 告诉娜娜随时可以来家里玩 亚诺被朋友叫去参加联谊 联谊攀上的女生看到亚诺手机待机画面上的娜娜说 前女友吗?很一般吗? 亚诺嘴上不说 心里吐槽 明明很可爱好吗? 女生问她 还念念不忘吗? 亚诺死丫子嘴硬地说 没什么 只是怕麻烦懒得删而已 结果那个女生就把娜娜的照片删了 亚诺急得一下子跳了起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亚诺赶紧跑到厕所给机友打电话 要娜娜的照片 千情提要 这张照片本来是机友拍了发给亚诺的 但是机友没接电话 于是亚诺半夜翻进机友家里要照片 机友说没有 亚诺抱怨联谊会上的女生自以为是 娜娜比她们可爱一百倍 不 是一千倍 机友劝亚娜 要把握机会 如果娜娜被人追走了就来不及了 机友一边说一边回忆起了奶奶的样子 哪你? 难道机友以前也喜欢奶奶? 被亚诺抢先了一步? 这次娜娜也是 机友啊 你喜欢的其实是亚诺吧 第二天早上醒来 机友看到亚诺写了一半的信息 娜娜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奶奶的替身 迄今为止 我对你的感情没有半点虚假 我现在后悔的要死 那个时候 我的所作 我的所言 都是杂乱无章 但是 我对你 上学路上 亚诺对机友说 不要对娜娜出手 机友说 恋爱是讲究时机的 娜娜带着很多小狗玩具来找机友 说要去看小狗 机友借口自己有约 不能带他去看小狗 娜娜顿时脸红了 害羞地逃跑了 因为和亚诺分手 空出了很多时间 不能老想着依赖别人了 而且对方还是前男友的好朋友 校园文化记又到了 作为班长的娜娜 在班会上征集意见 娜娜举手提议迪斯尼乐园主题 做一个城堡 配一些迪斯尼角色 再安一些灯 娜娜有些触动 想去迪斯尼乐园 是自己之前告诉亚诺的 班会结束后 娜娜主动跟亚诺搭话 迪斯尼乐园真是个好主意 谢谢你 娜娜有些吃惊 刚想跟娜娜说些什么 娜娜转身逃跑了 放学后 机友和亚诺准备一起回家 机友余光 飘到娜娜手里拎着的狗狗玩具 若有所思 雅诺上车后 机友突然想明白了 说 雅诺 今天早上我跟你说的是最后通牒 我说 你会后悔的 于是转身飞奔向娜娜 被关闭的车门挡住的雅诺 只能死死望着车窗外 机友和娜娜远去的背影 雅诺气疯了 在公交车上拼命给机友打电话 结果娜娜带着小水 一起去机友家看小狗了 此时他们正在河边带着小狗玩耍 机友无奈的想 自己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时机了呢 娜娜其实在机友飞奔向自己的一瞬间 有一点心动 但想想小水也在 觉得机友不大可能对自己有意思 此时雅诺已经飞奔到机友家里 要机友的姐姐帮她套话 问机友带着娜娜去了哪里 机智的机友瞬间发现了 然后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小水也很无奈啊 别看她跟着狗狗兴奋的跑来跑去 其实她是用心良苦的给两人制造机会 没想到这俩货只会呆呆的看着她跑来跑去 当两人终于四目相对的时候 小水已经跑不动了 带着狗狗走过来 小水一惊 是我打扰你们了吗 两人赶紧说没有 但彼此都被对方说的没有 微微刺痛了一下 啊这样啊 是我想多了 捉急 没有想多啊 你们俩可以发展一下的 雅诺在被机友姐姐 胡乱指了个方向白跑一趟后 终于智商上线 跑到车站守株待兔 果然等到了机友和娜娜 雅诺对娜娜说 也许你认为我们是分手了 但是我不会认同的 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认为我们分手了 也许你认为自己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说我有不足之处的话 不管多少我都会做 从此往后不管多少 我都会为你好不吝啬地付出 我要你回来 我会等你的 这些话深深触动了娜娜 娜娜离开后 娜娜跟机友抱怨她卑鄙 还把机友的小狗和狗狗玩具都抢走了 第二天在教室里 娜娜和同学说说笑笑 但其实一直在意着娜娜的一举一动 娜娜也有些坐立不安 一直用余光瞟着娜娜 当娜娜终于站起来想叫娜娜时 刚开口 娜娜被同学带出了教室 娜娜一时愣神 不到两秒 娜娜飞奔了回来 问娜娜叫她什么事 娜娜一时语色 便说 上次迪斯尼乐园的主题 因为版权问题被否决了 娜娜说只有这个吗 娜娜说 是 娜娜失望地走了 转头跟同学讨论 娜娜今天的发型好可爱呀 整个一吃汗 在为校园记准备时 娜娜一直特别积极 黏着娜娜问她讨活干 结果被娜娜放逐到很远 有女生给机友送了杯饮料 机友不想喝甜的 刚想朝娜娜走去 被娜娜抓住 不让她靠近娜娜 此时正好小水找娜娜说话 两人赶紧躲了起来 神助公小水先问娜娜 机友好像喜欢你 娜娜否决 不可能的 我可是雅诺的前女友 机友不是这种人 她才不会喜欢好朋友的前女友 机友足 小水再问娜娜 那雅诺呢 她今天对你很积极呢 娜娜说 雅诺这样让我很困扰 我情愿她能让我静静 娜娜和小水离开后 留下机友和雅诺在风中凌乱 在祭典上 娜娜和小水在捞乌龟 听到旁边有女生说 雅诺帮她捞到了鲸鱼 娜娜有些落寞 边上有个大哥捞了一只小乌龟 要送给娜娜 娜娜犹豫间 机友突然出现 对大哥说 对不起 她是我的女朋友 并拽着娜娜跑了 机友跟娜娜解释说 刚刚那个是托 先把乌龟给你 在高价卖你饲料 说完机友就走了 娜娜有些失望 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 机友转身说道 如果有危险的话 马上联系我 我会立刻赶过来 小水他们听说机友走了 悄悄议论说 娜娜觉得因为机友是雅诺的朋友 所以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因为这个理由而被甩了 机友也会很难受的吧 娜娜一惊 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学员记当天 机友姐姐又去学校助攻了 雅诺看到她如临大敌 各种偷偷暗示她快点走 机友姐姐可不管这些 她告诉娜娜 结束一段恋情最好的方法 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学员记晚上的经典节目 是表白环节 机友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纠结 但这一次 她选择赌一把 雅诺看出了机友的计划 把机友叫到一边 真情实感的说 我收回之前的话 能取代你的人还没有伸出来呢 所以不管做什么 我都不会让他被破坏 我可能喜欢你吧 哇塞 这是表白啊 激动 机友也感动了 说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 雅诺邪媚一笑 机友背后伸出了两双罪恶的小手 雅诺伙同两个小伙伴 把机友绑到了化学实验室 雅诺匆匆赶去找娜娜 娜娜得到小水通风报信 逃离了现场 另一边机友正愁着怎么逃离化学实验室 砸窗子不是他的风格 雅诺倒是会面不改色的砸窗户 机友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跳窗逃跑 就在雅诺要追上娜娜的一瞬间 机友把雅诺扑倒了 两个人扭打了起来 小水阻止了二人 告诉他们 娜娜说他不愿意跟你们两种任何一个人说话 让你们不要去找他 机友找到了娜娜 隔着门 机友告诉娜娜 我已经做好了被伤害的准备 未来的事没有人会知道 既然如此就相信自己所知道的 珍惜你现在的心情吧 在机友的启发下 娜娜满脑子都是雅诺 机友默默的说 答案出来了吧 我走了 心疼机友 他一直在为别人着想 娜娜来到雅诺身边 扶上了他的脸颊 雅诺问你怎么来了 娜娜说我想你可能在哭 雅诺一边说才没有 一边流下了眼泪 你从一开始就很可恶 老是随意讲话 扰乱我的心情 抓住我的心之后 然后就那么随意的离开了我 尽管如此我喜欢的还是你 真可气 娜娜说可是我有个条件 告诉我奶奶的事情 如果我听完奶奶的事 还是不能整理好对你的感情的话 我可能还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雅诺还在犹豫 机友走了出来 劝雅诺说出来 还记出了雅诺之前想要的 娜娜的照片 那雅诺到底有没有说呢 娜娜到底有没有原谅雅诺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每周六会更新视频 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 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谢谢啦 谢谢大家